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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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小文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 今天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听了会有点耳熟 因为可能会和《Knockout》会有点相似 让服务器和浏览器牵起手来 关于这个话题大家第一感觉是什么 可以举手发问 可以举手说的 第一感觉 实时吧 还有呢 前后段代码写一段就可以了 还有呢 还有其他想法吗 他们两个在一起了吗 在一起了 相信大家都对这个 CSDR模式很熟悉了吧 这里写后端的举下手 谁是背后工程师 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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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团队写过一些文章 比如说他们会把他们的前端做得非常的弱 而把他们的后端做得非常强 他们有一个插件系统 就是说把通过插件还有后端的一些API 去通过达到不更新客户端的目的 去达到一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什么好处呢 它用户体验好了很多 而且因为有的用户经常要更新 你觉得这个东西会有什么感觉 经常要更新 几乎可以说可以比较像Note 如果一个webapp 一个手机应用它的更新速度比得上Note 你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它的缺点就是 如果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客户端 现在一台iPhone 它什么现在米尔四核 双核什么的 难道我们 我们应用真的把客户端的性能发挥的极致了吗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客户端来做的话 福西家里三大呀 我们再看看淘宝处屏 有没有UED的朋友 淘宝UED的 来了吗 在那边 在那边 我向你至今 你们至今 这个实在是做得太好了 还有点 它 你们几乎把你们的前端做得很 在Drawscripts很多 而且把你们的东西都在Drawscript 都在前端实现了 后端比如说只是后端提供一些东西进去 如果把前面两个东西 它们各自有优点 那我们能不能把它集结在一起呢 其实这不可能的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绝不偏台任何一方 就是说我们绝不把任何所有东西 放在任何一个东西 放在客户端 或者全部放在服务器 我们尽可能的按需分配 就是说 一个东西它可以在客户端做 那就放在客户端 如果它不能放在客户端做 那就放在服务器上面 传统 现在传统可能不能说到 第二口 因为还是挺新的 要变得有趣一点 什么是有趣 把两个分离已经分离了吧 节欧还是一样嘛 不坏话 这个我不谈 我们MVC已经 大耳熟能详了吧 对吧 MVC模式 我们就不多讲 为什么呢 在哪儿 走了吧 我听过 MVCB可能有人听过 在CNode可能听过 听过的举手 CNode社区 看到这本文章的 OK 什么是MVCB MVCB 就是说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搭建一座桥 这个是很高的偶合性 这个是很高的偶合性 但是同时也是很高的分散 肯定不能理解 在Brother Control 是JavaScript 没有其他的了 Model 可以是我们 等下会做 Server Ridance 等下会说 Cookie 大家都知道了 DomeStrand 就是HR5里面 CentralStrand 还有LocalStrand 里面的两个东西 Will HR Fresh Serverite Tammer Energy 这四个东西大家都挺熟悉的吧 Server 我们 只是 这也是Node吧 我就说Node Model Maseco Maseco Mango 大家可能对这些 都比较了解 我就不说了 Will 我们就算两个 Tammer Energy 还有URL WireL JavaScript 我们 既然全后 download用JavaScript 我们可以 在 在淘宝淤地 EDP 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TrueStep 全站是JavaScript 就是 淘宝数据 我们在 如何把它 这个全站 收拾来呢 第一 我们首先 客户 服务器 浏览器 去请求 我们的Emen 可能是 现在服务器 请求 去详应 NodeJS 详应 然后回到 前端以后 我们还是JavaScript 我们还有更多东西 然后我们再次回答 NodeJS 为什么会回答 等下会再说一下 Control Structure 就是说 Control Structure 我们可以根据浏览器 达到信息 返回一个适合页面 比如说 我们IE6 它不可能 它不可能 我们在Chrome 写一个很漂亮页面 它IE6 可能就崩掉了 对吧 但是我们在Chrome的话 我们可以写 有那么漂亮 就写那么漂亮 就需要一个 权衡 比如说在 IE6 我们就放这个 IE6界面 如果Chrome 就放一个 别漂亮界面 我们需要一个中间 Middleware 去分析这个信息 这个你懂的 我们可以通过 U8分析 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比如说 浏览器 版本 操作系统的信息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 Yaho的一个 浏览器分析 或者其他 比如说你自己 有一个TELF 分析系统 你可以把它分析 分析出来 这里有一个中间键 完成的了 可以分享 你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这是我写一个小小代码 我们可以看 开车代码 WebGets 就是WebGets 里面的一点东西 我们把它Stretch 下面有一个 Stretch的函数 先看这些函数 我们返回一个中间键 这是一个Handle Handle 然后我们在 Crest Charm Charm 就是说我们当前 所用的浏览器 是什么版本的 比如说Chrome Ie6 Fyro Savari 等等的版本 然后呢 然后在上面 上面 这个WebGets 时候 会有一个 Chrome IE 比如说Chrome 的时候我们返回了 LifeTruth 在IE时候 会返回其他东西 根据版本再去分析 就是根据你的浏览器的一个版本 比如说Chrome 和IE 去Stretch不同的信息 再去返回一个 系统的页面 就是一个Demo而已 在前端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JavaScript的 一个 帕文系统 比如说 我们三个什么Cookie 就不说了 就是在JavaScript里面 在前端 然后呢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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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Windows And WebSocket 比如说 你支持的话 就在Cookie里面 放一个 WebSocket 的东西 比如说 这个浏览器 支持WebSocket 后面一起 比如说 很多新型的一些API 可以把它放出来 让服务器知道 你这个浏览器 支持这个系统 再回到 回到 回到刚才的Node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 在 在前端 再次分析的 Request里面 的Cookie WebSocket 还有 Geoclite Location 比如说 就是说 如果 我们这个浏览器 支持WebSocket的话 我们就可以 做一些实时系统 然后 如果是支持 地理位置的话 我们就可以 做一个 LBS Will 我们很多选择 HPM Fresh Civilized 等等 我们其他不说 只说HL HL 它好处就是 它是基于文本的 比如说 无论是服务器 还是客户团 都可以实时生成 实时操作 那么 刚才 我们的大神们 就讨论了一个 模板系统的问题 我就不想细讲了 在前后端都有 这在JavaScript 比较出名的一些 Tamper 真的都熟悉了 我们就选择EJS 为什么选择EJS 我不多说 这是一个普通EJS模板 这是在Node上面 我们要返回 渲染一个页面 就是应用这个模板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HPL 还有在生成以后 可以看到一些效果 我要更帅的 怎么更帅呢 我们 这个 这一个 是一个模板 它跟刚才有什么不同 可以刷问 看到这个模板 它是怎么说的 还有呢 然后我们在后端 再写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们把我们真正需要的 上面这个Tamper 就是我们一个Demo的模板 我们再次把它返回到 这个客户端 然后把我们的View 就是我们需要渲染的数据 再放 再返回客户端 生成了一个这样的Jutscript 我们在EJS 只有前端是可以用的 最后返回这样的HPL 它还是会生成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么这有什么好处呢 跟刚才有没有不同 就是说我们把渲染的工作 放到了前端 而且 服务器只是负责了 把模板和数据放回客户端的工作 就是说 服务器只是作为一个数据调用 还有一个模板操作 而不是直接把HPL生成出来 让浏览器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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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Database Model 我不推荐大家用什么 你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吧 我们刚才说到了BrowserDatabase 那是什么玩意儿 就是Natabase 就是我还有 在那里的桂林 还有一个在阿里巴巴总网站的 一个前端总网站 这是我们的网址 它是用于前端的 比如说 你需要在前端 你来做一个Web App 你就需要在前端 存储一个数据 这些数据呢 或许你想 或许你可以 有自己的解决方法 或许你 比如说一个Web App 你或许真的不需要去用服务器 真的不用需要服务器 比如说等一下我的demo 就不需要服务器 它是个人 都是QR 这些也就不多说了 怎么说这两个呢 左边的代码呢 是比如说在 我用Web.js 还有Mango Scheme 写的一个在后端 通过Nate和MangoDebit 的一个数据操作 而右边是一个 叫QR 还有NateDebit 去实现了一个 前端的数据操作 其实实际上是很相像的 甚至我可能把它连起来 我们平时后 我们的手机 还有我的网 我们的电脑上面 有什么应用 可以说一下 打开里面的手机 第一个应用是什么 嗯 还有呢 最喜欢用的 是这次吗 Vitam 刚才说对了 刚才说对了 就是说我们要保持 或许有时候 我们的确需要保持在线 我这是两个 在Nodes上面 比较出名的 两个在线模板系统 模板系统 Sugio还有Nodes 为什么我说是完美的匹配呢 左边是在浏览器 我在 因为刚才NateDebit 是可以通过 事件模型来操作的 比如说 我每当插入一个对象 他就会想一个 插入事件 后我就可以通过SugitIO 把这个事件传回服务器 服务器就能把 通过传入这个服务器 的数据 再插回我们的后端 一些交流 这三个 都是我们最基本 需要的 用来的一些 数据操作 做模方 Demo 做什么呢 其实我还没做完 刚刚还在做 有吧 那么有玩过 模方计时器的吗 应该有吧 看过吧 就是两个手 放在上面以后 然后瞬间 把模方拿起来 弄完以后 再双手按上去 就是比如说 我想在iPad上面 做一个应用 我需要 左右两个 现在 因为 某些问题 所以弄不了 比如说我们这样 现在计时 两边都按下去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计时 然后 比如说我们转完了 现在 这个是假的数据 因为 刚才 是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这 嗯 嗯 好 他说有人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个负吗 为什么 这个数据是负负 为什么数据是负负 这些人 没有人知道 那我试一下吗 那我试一下吗 你试一下 时间还有 不够了 还有 让我试一下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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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愿意玩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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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 высок - 二十二次。 - 我说一句,不重了。 - 刚才你前后端那个框架啊,不是框架,我知道。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路由那个处理,你还是在前端中还是后端中? - 什么处理?路由,因为是后端。 - 当然这个也可以放在前端。 - 别忘了Bandboard。 - 你这个view都是直接在后端作为数换来传过来的,对不对? - 作为制服串来传过来的,是吧? - 对。 - 不是,这个数据我们是直接用了SocketIO,SocketIO怎么处理,知道吗? - 看一下。 - 再传过来的。 - 有人看过这个,有人会留心去看这个吗? - 我猜没有。 - 我猜没有。 - 还有什么问题吗? - 还有问题吗? - 还有问题吗?阿叔,比高点,我看不太清楚。 - OK。 - 帮我传地下放出,谢谢。 - 没有问题吗? - 我看是个女生。 - 我看是个女生。 -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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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吗? - 我问一下就是,前面你做了两次,一次就是浏览器检测,一次是能力检测。 - 对吧? - 你为什么不把它那么指做能力检测呢? - 我觉得像很多理念都会指做能力检测。 - 因为浏览器检测一般都不可能。 - 首先,我们这几个事情就直接参考。 - 因为比如说,你I1不可能支持手机Iroba。 - 以说,生用浏览器检测一般都不可能支持手机Iroba。 - 比如说,生用浏览器检测一般都不可能支持手机Iroba。 - 生用浏览器检测一般都不可能支持手机Iroba。 - 生用浏览器检测一般都不可能支持手机Iroba。 - 比如说,Chrome它改成能力运载器检测一般。 - 那比如说,Chrome它改成能力运载器检测一般的Ie的Iroba。 - 再发进去,那还是一样。 - 我自然有问题。 - 还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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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问题吗? - 还有问题吗? - 举一下手? - 对,要。 - OK. - 其实,有两个问题。 - 首先,你这个浏览器检测,它在网上不是有那个, - 对。 - 为什么不用内部? - 当然你可以用这设计的demo。 -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你可以完全去加一些。 - 因为这个不同于lookout或者其他的一些框架。 - 它只是一个把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 - 我是指这样如何组合,而不是这样如何去创造。 - 对,是的,我是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 - 我看到你好多的东西都是其实组合起来的。 - 就是说,那个MVC,然后后边是录的处理, - 然后把那个模板,然后就把几个功能拼在一起的。 - 你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 - 就是说,你跟这个那个独立什么? - 我看你这是高度偶合呢,应该是。 - 呃,可以说是高度偶合,同时也是高度比赛。 - 因为呢,偶合因为你觉得的确是把后端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了。 - 对不对? - 对。 - 但是呢,如果你想一想,如果这个应用,这个demo, - 完全是可以把那个后端完全撤离的。 - 那可是你又没有数据来渲染了。 - 没有渲染,可以。 - 那都对别适合什么,就是干脆过我的。 - 谢谢。 - 好,那谢谢小温。 - 啊,谢谢小温。 - 啊,谢谢小温对她的这个分享。 - 啊,那同察听到呢? - 谢谢。 - 谢谢小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